现在的PS5游戏都很大 比如战神5诸神黄昏 容量高达106G 使用召唤19 现在战争2 是117G 100多个G的游戏 我们要把这些数据 从港服商城的服务器 通过网络 搬运到我们本地的PS5 或者PS4的游戏机上 你们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吗 另外还有同学问我 明明他家用的是千兆的宽带 为什么下载速度还不到30兆 正好我家最近 换了千兆光纤 和之前的300兆 做个对比测试 给各位看一下 我在预购战神5的时候 家里面是连通的300兆 游戏的下载速度 是每秒30兆左右 我是用肉眼算的 各位看背景的视频 简单估算一下 下载100GB的游戏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顺便说一下费用 我家的网费 一年是1380克钱 包含三个手机号 20G的流量 一个座机号 还有一个300兆的宽带 后来我升级到了1000兆 是叠加了一个单独的加速包 这个加速包 每月39块钱 一年是480块钱 宽带费 一年合计是1860块钱 为什么说价格呢 因为价格和网络的速度 网络的质量是成正比的 正所谓是一分钱一分货 据我了解 咱们有的地区 千兆网络 三年才1000块钱 大家都是千兆网络 价格相差好几倍 下载速度和网络质量 自然也差不少 根据同学给我的反馈 他们家的1000兆的网络 从港服PSN下载游戏 速度和我300兆的宽带 差不多 每秒都是30兆 有时候更低 问我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 如果想提高港服商城 下载游戏的速度 又不想换小区宽带 有的小区 根本就无法更换 其他品牌的宽带 如果有这种情况 可以尝试使用主机加速器 我们以旗游联机宝 加速器为例 像这种加速器 一般都是玩多人联机 对战游戏用的 但是它还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提高游戏下载的速度 还有上传的速度 我家从300兆升到1000兆网络之后 我通过PS5内置的网络测试了一下 在裸联的情况下 下载速度是238兆 那这个和我之前300兆 没什么区别 那我升级了个寂寞 当我开启联机宝加速之后 再一测试 下载速度达到了975兆 这才是1000兆网络该有的速度 然后我又测试了一下游戏 下载速度基本上都是 每秒钟100大MB 像100G的游戏 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下玩 视频的最后再补充几条 第一 汽油联机宝 它在加速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线路 每条线路速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线路4的速度比较快 另外它这个加速器 好像还多了一个功能 叫精准锁区功能 比如我们在玩FIFA23或者COD19的时候 这种联网对战游戏 可以锁定我们只用日幅匹配 因为日幅距离我们比较近 延迟很低 它和默认的日幅相比 那个默认的日幅可能会匹配到其他的区幅去 还有一点上面忘了说了 其实我家的联通1000兆的网络 在裸联下载游戏的时候速度也挺快的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有的时候下载本体很快 但是下载它的DLC又很慢 这个我还没找的原因 有的地区就不一样了 如果基础网络真的特别差的话 即便用上加速器可能提高也不明显 好 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 希望给各位参考